随着巴黎不断发展 老千坑路有越来越多人 开餐厅或者是咖啡店 接下来我们要带您看的这一间餐厅 老板夫妻原本在板桥经营热炒店 一年前回来巴黎 希望把好厨艺带回家乡 一大锅热腾腾的鸡汤 仔细一看 里面还有排骨 隔离 牛蒡和红枣等 就是因为食材新鲜又丰富 加上特别选用的牛蒡 汤头喝起来特别清甜 牛蒡排骨 鸡肉 蛤蟆汤 这是我们的招牌 排骨 鸡肉 还有牛蒡 这个都也是要慢慢的熬 熬到一小时多 它的汤头很香 它越煮越香 而且又很甜 对 而且我们又有加蛤蟆 它很鲜甜 很养生 这道看起来油亮油亮的卤猪脚 全用台湾在地的猪肉 然后添加了20种中药材下去熬住 吃进嘴里相当的软嫩 长者或是小孩也很好入口 这个是我们这个都是黑猪的 这个传统的卤猪脚 卤猪脚就是我们都在五谷 买那个本地 本地他们自己养过的猪 都是黑猪 我们这个都从 都用到20几种的中药去熬 都慢慢的卤 卤到大人小孩都可以接受的 对 超Q的 虽然才开店一年 但是餐厅的招牌菜可不少 这道相当考验刀工的卤牛三宝 不少消费者吃了还要外带 而这道清炒高丽菜 使用自己栽种的蔬菜 让客人可以吃到在地的美味 G9房间凯琳锦于巴黎采访报导